好 来 来 阿元 能听见吗 能听见 你说 哥 就是你就是你阅历比我多 我是现在读大二 然后我女朋友大四毕业了 然后是我们是异地 然后我在广东 广州这边 然后他在河北恒水那边 就如果我真的想和他在一起 我需要解决哪一些问题 去 你俩得奔县呢 他他来或者你去呗 就是肯定是 我跟你这么说 感情这东西 对 不是 感情这东西吧 长时间分开肯定是不行的 肯定是不靠谱的 好吧 就长时间分开肯定是不靠谱的 然后他最近其实就是他在考边 他父母那边他就是他其实很不想做 感谢蓝色语的年度会员 又又就是不敢反抗他父母那边 就是说他觉得 我不知道是存在沟通问题大概率 就他和他妈说交了我这个男朋友 然后他就是父母都是 就是这样子 父母都是啥没听着卡了 就是他和他父母说交了我这个男朋友 然后他父母就是他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凶狠 就是说要赶紧分 说南方人都是骗子这样子 然后他家是哪的 他家河北衡水 然后我是网东这边的 大学 如果他家现在有这个固有思想的话 我跟你说你得做好心理准备 你得先上河北 混出一番田地 你才能给他姑娘领走 没事吧 有点卡 对你得你得先去衡水 先去混出一番田地 混出有一所作为 他才相信把姑娘 让你把姑娘领走 这不是河北人的问题 这是他家的问题 感觉好难 你如果他来找你 你有信心给他护他周全吗 我现在没什么信心 因为我家条件一般 就是实话有这样子 为啥叫你先有个造诣 就是因为这 因为你有短板 这是你抽屉项上的短板 你就是刨出他家 就是可能说 故意印象有点不太对的可能性 刨出这一层面 就是说我把姑娘 我把姑娘给你送南方 跟你去 能过上好日子吗 你一天 对吧 吃不上喝不上的 你要不如这样再加跟钱 我能看着 对不对 对 对 是不是 那你说你这个 你没有两下子 你跟我谈恋爱 你讲话的小孩 大学 在你不如社会之前 谈恋爱 基本上是不考虑物质的 当然也有什么富二代什么的移属 但是基本上不考虑你自己能够给予的物质条件 因为你对你未来你也不了解 我可以这么说 如果你本科毕业了以后 你就出去不如社会 你大概得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 你才能够稳定下来 就是不出意外 10年 否则的话你很难 你很难转到这 他已经 他其实比我大四岁 他99年的 然后 他刚毕业 然后他就是 他其实有考虑到这一些 然后就是 他影响到我很深 就是让我意识到的就是 钱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物质上 那你应该意识到第二个问题 就是作为一个在校大学生才大二 钱的问题你根本解决不了 对吧 你根本解决不了 对我感觉我好像没办法 现在只能说 只能说继续学 然后 而且他现在是 26吧 25岁26岁对吧 他现在是他生命当中最好的时光 他是他生命当中年轻 作为年轻的女性最好的时光 如果我和他在一起就就会 就会占着他这个时间 可能让他 不是占着时间 你可能你可能不会 你可能不会辜负的 他他他他他最好的时光 一定是陪你吃苦的 如果你能你能像个人似的 或者如果你不能的话 你说出到最后出了个三年两年 发现不行 他家里给你压力大阻力大 你俩面对现实阻力太大 你你条件够不上或者怎么那 你一定 你一定会 后就是你一定会很很很很后悔 你耽误了他最好的时光 对吧 他现在该找的 就是说实话 他该找的是大概 30左右 工作稳定 都不用你有多少存款 一起展望未来的 不是你这种 连学校都没毕业的 谢谢 对吧 你不用谢谢我 我不是打击你 就是说的是你俩的匹配程度的问题 就是你俩本身不是特别匹配 年龄和距离什么不是特别匹配 对吧 那你不匹配的话 那你你只你外力干干预进来的话 只能现在这个社会挺挺现实 只能拿钱干预 否则你怎么干预啊 对吧 你不拿你不拿钱干预 他可能未过过来找你了吗 家里面啥也不管了 你不拿钱干预 你不去找他 你在本地 你在他本地待着你也不行 我说就报天 那你大学毕业了以后 你挣钱不先回馈父母 你先送到 你先送到对象手上 他能跟你白头到老的话 你也不算亏 那初几年万一分手了以后 你你多损的呀 对不对 对 你现在你现在见不见过他呢 呃 是我当当时是五一去长沙晚认识的 就就当时干啥了 啊当时是去参加一个学习 我问你当时干啥了 看没看电影 就 呃算是 呃我们是 现在 呃算是线下认识 然后我们是线上谈的 线下认识 线上谈的 什么概念 对 这就是当时没确定关系 然后线下加了 就等于确定关系以后 到现在还没见过呢 呃 确定关系之后有见过 加下期的时候 但是但是现在他又回去了 干啥了 还没有到那个 抓紧那一步下吧 嗯 要不写亏 啊 要不写亏 好 好吧 懂了 嗯 就是走一步看一步 如果 如果 如果感爱情这个东西来了以后 如果注定看不见天长地久 那就真是珍惜眼下 听懂了没有 啊 听懂了 嗯 谢谢哥 然后 别教会 别教啊 然后没听着 教会小孩 帖子 哎呀 不跟你们 不跟你们辩论 总问人家干啥了 你知道我要说啥呀 如果他俩就见过一面 直接就那啥了 直接走到最后一步了 那他俩就不一定是感情 是冲动 明白吧 你和那哥们情况差不多差不多就别爱个问了 那不跟你说过了吗 物质多少是多 他作为一个在校大学生 女方比他大四岁 女方家里面就认为男方认为男方人都是骗子 你告诉我他能干啥